美国航母战斗群一直为其作战的主力,自然也成了对手的眼中钉,于是各类反航母装备及战术应虚而生,尤其是法舰弹道导弹的出现,让美军相当头痛。 更重要的是,情况一再恶化,连伊朗都造出反舰弹道导弹,俄军更有多个伊斯坎德尔导弹旅,刚刚公开的俄纸匕首导弹,反舰弹道导弹攻击航母,这让美军相当不满意,认为自已受不公平的限制。 原来由于条约相当方面的限制,美军进程与中程的弹道导弹武器,于是叫喊打算造战术导弹反击对手,也许是被别人的反舰弹道导弹给刺激到马了,试图投入重金发展自己的反舰弹道导弹,也要拥有同款装备了。 美军以前的弹道导弹这个想法,在2017年,也许只是一个口头表示,如今要更为就具体一点,一列入美军的发展构想之中,没有人会怀疑,美军的能力,别看在几十年前,美军一按条约拆毁了所有的中进程弹道导弹,也把许多相关的设施及设备拆掉了。 但是美国依然为一些相关的技术储备,并以研发把弹等方式,继续发展了一些技术,反导拦截弹具被发展为弹道导弹的潜力如此感,也许可以称为以牙还牙,别人有的,我也有,绝对不能去了,但是真要动手的话,估计只能让大家笑而不语了。 美军完全有条件发展的,为什么却有人笑而不语?很简单,美军没钱敢这事了,美国研发能力确实没问题,但是,大规模列装它的可能性却等于零。 主要原因,无法承受相关的成本,这意味着,美国需要恢复一大堆的硬件及软件条件。 研发可不是免费的,许多技术问题可不是说解决就解决的,仅一个机动发射平台,就足够让人头痛的。 这个技术对美国尚属于弱象,美军目前的战术导弹建立相关的研发与生产体系,绝对不是一个小钱,没几十亿美元不好意思说的。 至于生产出来,一枚导弹不得上千万元美元,普通的空对地导弹都上百万了,单导导弹能更便宜吗?又不能列装一枚一二枚的,再建立相关的配套体系,建立作战指挥体系等,不说花多少钱,就是相关人员的征招与培训都是大问题,最后归结起来,有钱吗? 美国军费确实不少,但上美打可以随便花的水平,想完这样的大投资依然相当困难,即便如此,那么别人笑一笑有什么呢?